一条后版的冰飘花整圈已经起钢灌了 而且整个棉杆花得非常开 这条开多少老板 一条开230 每天给粉丝找一条所做 咱们还是发一下今天的评论区 这里有一个叫四汇汇的 做门都想要一条57000的冰飘花组织 但是预算只有5到8000 我知道这个预算不太好找 可以接受一点小微侠能不能安排一下 那今天就给你安排上 走 去市场 还算挺出名的 知道接受点小微侠 不然刚刚差点都滑过去了 一条后版的冰飘花整圈已经起钢灌了 而且整个棉杆花得非常开 基本上用肉眼是看不见什么棉的 像这种就是高品质的冰飘花 这条开多少老板 一条开230 一条小圈口的高冰飘花 这个特殊感真的是没话说 整圈直接是带着光码 而且是一个半山半水的贵妃条形 上面大半圈都是一个深绿色的海草花 花色非常的灵动 整圈也是没有什么棉杆的 奈何圈口会小一点 这条要多少老板 188 新闻哥要的高冰飘花的无始白 那这个就可以去做 这两个一手走的是吧 怎么开的 给四万 美国四万应该距离还是差挺多的 前两年的市场只有卖手走的 但是这两年慢慢的卖板料的卖开口料 现在连运石的都摆到这里来了 这块开多少 两万 一个南极敞口的包姜皮 打灯是一个天空蓝的感觉 而且肉质非常细腻 像这些已经扒出来 就是已经开窗过的 已经能够看到它肉质 底下还没扒出来的话 还是有点不确定性 像这种不确定性还是太高 走吧 现在咱们的冰飘花去 这条还是挺有个性的 一个冰飘兰花的种水游体 上面还有带着一抹落日黄 这条开多少 开十八 这条呢 开两万 这条拿出去看一下 开两万就还有点希望 咱们看一下这条手足 看上面半圈已经有点起淫光了 透数感还是比较明显的 整条手足的话 花色是带了两处 左边花色会深一点 有点像老蓝水的 右边的话就是一个冰阳绿的花色 整个颜色还是比较辣的 打着去看的话也不会有什么纹脸 那它这一条开两万的瑕疵在哪里呢 在这条的下半圈 它是有两个小浮棉会比较明显 有点棉堂微浮在手足表面 所以相比起来 它下半圈的肿水就没有上半圈好 另外有黄棉会延伸出来一点小宽点 像这种的话也是属于一个瑕疵 包括在这个边角的位置 它是有带着一点石皮的 当然这个石皮是近的不深 通过打磨应该是可以打磨掉的 一会儿进去的话 就拿这个跟老板谈一下价 走 这条五千能问吗 还低了再加一点 五千还低了 加一千吧六千 后组怎么说的 还有点距离 还有距离啊 这条料子瑕疵很多的 再给它加五百吗 六千五 六千 它给什么价吗 落价的话呢八千 落价八千太高了 最后给一口价了 六千八 加个石头 六千五出 老公卖的话就算了 你们破坠就给 转过去了啊 手足已经拿下来了 咱们现在拿去加工 走 手足已经加工好了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成品 手足突破加工后 整个冰透度还是有的 尤其是两处色花的地方 颜色也是非常巨的 上半部分的完整度 看上去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有一说一 咱们在毛胚状态下 看到下半截的两处 黄绵也依然还在 并且内却还会伴随着 一些零星的小换点 这两点也是这条 所做美中不足的地方 但是飞翠作为一个天然的产物 相对这个价位来说 这点小缺险 还是需要咱们去多包容 那所做起货 咱们就看到这 如果是你会愿意花几千 选择这样的一条冰标花 所做吗 欢迎评论区一起交流